蓝色大海的传说第十三集 俊载沈青通床共枕 李明告抱着沈青入睡游李明告 全志贤主演的韩剧《蓝色大海的传说》 昨晚播出了第十三集 在第十三集剧情中 俊载做噩梦 沈青下来陪他 问俊载梦画里 一直领到的世华和他比谁漂亮 俊载歪头看着沈青 说 你 沈青开心地准备上阁楼的时候 被俊载拉住 接着说 不要走 蓝色大海的传说第十三集 俊载沈青通床共枕 李明告抱着沈青 路数剧情简介 1598年 在江源道的西谷县 有位名叫金丹陵 李明告示的县令 在海边杨某家中结束 杨某带他观看 自己抓到的美人鱼 全志先士 丹林问杨某 抓美人鱼打算做什么 杨某说道 从美人鱼上提取的鱼 有品相优良 即便放置多年也不会腐坏 那可是一旦年久便会腐臭的精油 难以媲美的上下优质 丹林甚至怜惜 从杨某的手中夺回了美人鱼 并将其放生大海 2016年 正如人类就算不愿意 也会遭遇交通事故一般 美人鱼在遭遇事故之后来到了陆地上 在陆地上见到了第一个人类 第一个男人 便是许俊载 李明告示 而不久后回到大海的美人鱼 却产生了深深的思念 为了坚守和那个男人 再次见面的承诺 再次重返陆地 来到首尔 在美人鱼世界中 她最孤傲冷艳聪明绝顶 而在人类世界 在俊载眼中 她不过是个能吃的蠢货 这个懵懂女对世界 简直一跳不通 对俊载说的话深信不疑 甚至还通过她来学习这个世界 不知不觉的 她开始觉得对这个女人撒谎产生了负罪感 这两个本绝对无法并存的人 展开了一段势均利敌 火热炽烈又缠绵翡测的爱情故事 卓伟年底报梦妙 已婚女星陪睡制片人 赵丽颖单身圈掌柜 12月29日消息 就在昨天 28日下午 全明星探稿了个年度八卦圣殿 卓伟也亲自上场做直播 废话不多说 看看这次卓大胆又爆了哪些料吧 卓伟一口气爆52个鱼圈猛料 孙杨丝生子杨秘婚变在节目中 卓伟说到了王宝强马荣的离婚细节 他说他打听到的是 马荣有两个手机 一个是工作用 另一个是和宋哲联系用 有一天 马荣把和宋哲联系的那个手机放家里充电 王宝强看了一下 结果发现了天大的秘密 这个座在卓伟旁边蒙着面 名叫董哥的人 也爆了个大猛妙 著名人妻陪睡制片人 还会隐婚男主打野战 董哥说 著名人妻是位女演员 出道很多年 和某制片人在一起合作过几部戏 两人从第一部戏就在一起 制片人也在努力碰她 这位仁妻后来 在一部爆红的武侠剧中 竟然和男主角打野战 关于这 为仁妻 董哥给出的提示如下 一 仁妻和武侠剧男主分别有孩子 二 仁妻和这位男主现在还是朋友 微博有交流 三 仁妻的老公是圈脉人 四 仁妻这一两年作品很多 另外还有一些零碎的小料 大家快来感受一下吧 问题 陈与凡白百合的夫妻感情如何 卓伟 他们两人的感情 夫妻之情淡如水吧 问题 陈坤儿子的生物是谁 陈坤深夜回京盟会周迅 两人出酒店眼间发现偷拍卓伟 当时我 是在打探别的明星时 跟到了陈坤他们家小区 我也问了陈坤家的邻居 邻居透露说 陈坤的母亲跟他讲 陈坤的孩子没有吗 这个让我特别不解 问题 杨幂刘凯威离婚没有 卓伟 我认为离了 卓伟称报刘凯威 没错 杨幂离婚迟早有结果问题 杨阳让天爱是怎么回事 卓伟 两人关系不错 两家公司有合作 传闻不见得是空选来风 杨阳是明年的重要工作任务之一 问题 娱乐圈中 隐婚的明星多吗 卓伟 会越来越少的问题 无奇龙流失失 什么时候生孩子 卓伟 汉缘分 得知我性 实知我命 问题 白白和于凡是不是感情不太好 不要问我为什么 女人的直觉 卓伟 你的直觉是正确的问题 周冬雨有在恋爱吗 卓伟 没有恋爱 但周冬雨有非常好的男闺蜜问题 张艺兴人好吗 董哥 人挺好 现在单身 和老酒门里饰演丫头的原兵年的飞恩是假的 问题 出轨队 最乎谁 卓伟 陈鹤 永远以微笑面对惨淡的人生问题 杨阳最近有什么事吗 卓伟 杨阳是2017年的重要任务 问题 刘亦飞送城县是真的在一起吗 卓伟 真的在一起问题 赵丽颖在谈恋爱吗 卓伟 我觉得是单身最后 卓伟的事又来了 八句话里藏着七个明星 这七个应该就是明年的爆料对象 在直播中 他们还提前透露了两个 有周迅和李彬彬 卓大胆要加油了 隔壁赵武啊 最近是 头很猛啊 娱乐热点推荐 一会儿的天 我们来说